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樹玲 又說2 今天情況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這個動漫無雙的專用錄音室正式啟用 大家會在Facebook看到一些照片 也會看到我們的永遠懷念 那些年 聽眾一起寫臭過的鏡花 應該這樣說 首先一直都在 都有這樣的意願自己做一個 因為始終都不太方便 而且我們主持的時間 就有時開始越來越不合不來 所以我們有感於此 終於都暗河包 租了一個地方來整我們的錄音室 這個當然是之後 當然各位主持也有些事情想搞一下 有些新搞作 我們等一下宣布 到今集正式錄音室 啟用之後的第一切處 淚下海錄音 陶海鵬士咪 關於剛才說鏡花那塊板的問題 其實只不過是經過第一次的聚會之後 其實那塊板就被我拿回家 但我就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個位置 你不是睡覺抱著它嗎 當然不是 那人抱抱著 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個儲物櫃那裡 放了很久 然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掉了膝蓋 你不是抱著它睡覺 然後因為 因為收拾一下東西 剛好就把錄音設備放在同一個儲物櫃那一套 這叫命中注定 然後就找回它上來 然後就發現了一個道理就是 它招軍體也相同 你說之後其實大體上大家可以聽的 錄音設備方面 當然我們資金微薄 可能你會聽到有少少的質感 可能有少少的質感 但我們都盡力地把這套東西 再調整好它 所以今集事行版 發覺那些聲音有問題 有什麼地方不著呢 不妨出聲留言告訴我 我們這個第一迷宮就正式成立了 當然我們不會有第二迷宮 不是應該叫人捐錢 也好啊 人家不上頻道都可以這樣 人家有打賞前計劃 請多多到YouTube的頻道點一些廣告 另外我們之前也有很多聽眾跟我們說過 說想我們上載一些舊的集數 其實現在IM都開始 因為我終於整理好些資料 現在交了給IM去 我看到我完成了都覺得很灰 因為數量都比較龐大 數量不龐大 但是一集要剪18折 什麼意思 因為之前有聽眾的意見 就是我想聽超電池炮 其他人都不聽 那你們就把那集剪出來 就獨立了唯一小節 每一個當新的角色 每一部動畫都分為小節 那你一集剪就傻了 看見新浮花的名字 就突然很害怕 又要剪十幾節 其實大家內心一點 等多一陣子 應該很快便會處理好所有的集數 可以在這個Podcast 還有我們稍後都會在YouTube上放回 最簡單 大家只要留意著無雙的Facebook 就會知道所有最新的動態 就不要靠任何播放平台的網台 最重要是跟著Facebook 就最新的資訊 沒錯 剛剛也說過 第一迷工就正式成立了 當然我們也想有第二迷工 也想有幾千個迷工 但是不用自己付錢 我們今天講的一套是 Sunday的作品 Marki的 Marki 這套小學館 但是它的內容就算 有兩點的 Gi 不是Ki 不要理會他 這位作者 前一作就是 《地上最強新娘》 《地上最強新娘》 之前動畫化說 這套有少少鬼 我真的有點驚喜 因為當時看《地上最強新娘》 我真的覺得這套有少少鬼 不太知道他在玩什麼 搞笑我也覺得不好 但是Marki 這次出了《地上最強新娘》 我才開始看 《地上最強新娘》 我看到 嘩 嘩 我完全想想 進步很大 我們記得我們第一次一起談及 應該是錄《新娘》 即是錄SAO 然後我們有時候說 就推了有馬兒去看 看完他自己也覺得 非常對版 當然 隨著 其實很合理的就是 一開始畫畫畫 就比較麻煩 畫畫下就越畫越像 我覺得其實已經進步了 你比起當時《地上最強新娘》 其實他的肌肉 或者他的戰鬥 我覺得已經比之前 降落了很多 其實 如果大家想對比 真的你可以拿回《地上最強新娘》 不要拿最頭那些 你拿最尾那些 最尾那些畫工去看一看 和現在的對比 其實你看到的 也很大 特別 你說最新的 漫畫版 那些魔裝 那些樣子已經很漂亮了 但老實 應該這麼說 他的畫工來說 他說那些好型的東西 很多人都有 針著過 其實他的骨架比例 是不知是錯的 我不知道是他為型 而為畫面 和角度 而聽上去 令他看見 角色好型 但那些人說 照骨架來看 很多時候是錯了 你這個角度 只是由 你們設計人的角度 就是拿著木工仔 或者拿著泥交叉 不要緊 跟他的骨架沒有關係 不過不要緊 好了 我們說回來 這套作品 其實最主要要拿回 《一千年一夜》 基本設定 人物的名字 那些角色名字 主要拿回名字 還有背景 有一點 就是阿拉伯世界 這是在漫畫面 比較少有的 很少啊 還有他兩方面 前面就很正常 就是少年 一起夢想組織 打迷宮 拿財寶 這個是非常簡單 那些不是張寶仔嗎 張寶仔 打架劫社 不是打迷宮 那就是打財寶 財寶 是打完迷宮攻略 打完個關 就是攻略關卡 bonus 應該這樣說 我們用這個戰用的說法 有一天 有個迷宮 就彈生了出來 阿拉伯圖 這就是默奴的光伯 然後就有這個 國王就召集這個勇者 去征服這個迷宮 然後全部都死了 但是這個時候 還有一個講笑 他那個就是 突然之間有一天 有一個人 就成功攻略了這個迷宮 這個迷宮的攻略者 最終就成為了這個國家的王 故事來的 在這個第一個迷宮產生之後 之後就相應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迷宮 在世界各地上誕生出來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那就是阿拉伯圖 這個阿拉伯圖 你這麼快 我們應該繼續講世界觀 世觀講完 阿拉伯背景 很多迷宮樹立 很多人想進去找財寶 那不是應該講多少個馬記 那不是馬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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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阿拉伯圖 那你繼續 那他就不知道 他父母就知道 他有一個叫做烏康的人養大的 然後出了這個世界 那烏康的人就跟他一起 他有說他養大嗎 是 看我不知道是否圖書館的物體地方 聖工 聖工 聖工養大 一出到這個世界 那第一個 是聖工 不是聖工 漫畫 第一批不是見到阿里巴巴 動畫改 那是阿里巴巴 那是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是誰 就是在阿里巴巴 不知道在城鎮裡 做著 四十大道的Fan 做了商人 他應該說 阿里巴巴的角色 一開始就是 他努力這樣 去賺取資金 找到他的第一桶鑑 就是做商人 即是鼓壇追擊手 他只是搞生意 那不想有錢 周旋在各大商人之間 他就給了一些小鑑 我想我先說 因為我動畫版我沒有看 主要我也是看了這個漫畫版 其實 漫畫開頭不一樣 剛才阿里巴巴也說 因為漫畫開頭有一節就是 因為這個比較 就是漫畫式的 就是一開始要 第一回就 像一個短片式 先介紹主角那個 所以其實 動畫版沒有這個 我也覺得 動畫版搬到後面 是的 因為阿里巴巴那段 主要是說 其實他那一節的故事 其實已經是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帶角色之餘 同時把世界裏面的 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 制度 帶出來 有奴隸制 奴隸制 還有就是 運貨的人命 是多麼賤 連一種酒都不如 沙漠來的 很合理的 水比人命貴 但他那些是酒 酒都是當水喝的 大哥 但喝了酒 你應該會 多點 排水多點 因為你沙漠喝酒 你應該會快點死 道理上 我們先說那個開波 他們怎樣相遇 就是阿里巴巴 運貨 運西瓜 發覺西瓜 給了一條品牆 吃光 還沒吃光 就是半鬼 有半鬼 看到 補充一點 就是阿拉丁 對這些巨型的球型物體 沒有什麼抵抗力 後面又有說 這個阿里巴巴都差不多了 其實就是 阿里巴巴不是球型 他對巨大物體有微妙的吸力 不是對巨大的球型物體有好感 兩件事是不同的 這一小節其實最主要是說他們的相遇 以及最主要是說這個世界 例如迷宮 還有就是剛才有所說的 奴隸制度那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 因為最主要是 最初他們 阿拉丁和阿里巴巴 那個城鎮的背景 迷宮裡面最基本的社會骨幹 那個架構 還沒說迷宮面有發生 迷宮外面這個世界是怎樣 先說一下 然後因為出於走數 因為阿拉丁拿了一些東西 就要走數 逼於無奈 進去迷宮要求生 即是掛錢 這就是公司開錢 他不是被人 漫畫那裡說 就是他解開了奴隸的 奴隸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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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本來是 一開始是準備著 這個 攻略迷宮的準備 但是 剛巧阿拉丁 就把摩尼的鎖鎖 摩尼是奴隸 出場了 開始 打爛了 然後 跟著 就令到 他們 其實 那一刻 其實不是叫公裏迷宮 是入迷宮避難 沒有 沒有人走就是入迷宮 沒問題 那你不要說到 好像 蛇草回大陸 是蛇草我走下去 是蛇草我走下去 不過我不是回大陸 這條條路是以前的 現在 他們回迷宮沒有問題 先進去 那當然 他們兩個攻略的同事 這個 城鎮的那個 他攻略剛才那個解開魔 那個女國 還是攻略迷宮 不是啊 阿里泰和阿里巴巴攻略迷宮 這個時候 這個城西管理者 就叫摩尼的那些奴隸 一起幫他攻略迷宮 一分兩批 兩邊的 這就是 這個故事開頭一拍的 第一個迷宮可以攻略 而因為 在圖中 阿拉丁就召喚了 阿烏果 出來 所以 那位奴隸的專人 就說 我成為王的時刻 終於內臨了 因為其實 動畫都交代到 有回憶畫面 那個王 那個領主 以前小時候 有個 不知什麼人 漫畫都不知什麼 是一個蒙面變態 不是變態 是阿伯 你真是看到一個少年 是馬奇 馬奇 馬奇會選定王 會選你王 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他認定阿拉丁 還是馬奇 當然要先把阿里巴巴 先把阿里巴巴 不是追殺阿里巴巴 因為他一開始還沒認定 就是說阿里巴巴 就是被阿拉丁 去挑選 對 一開始他已經 老走了阿拉丁 然後 扔下阿拉丁 阿里巴巴 就死了 因為其實 你說如果漫畫版 那裡說 其實他殺了他 的原因 就是 再跟阿拉丁 說 你的朋友不喜歡哪裏 我幫你一起去找 其實乘機增加阿拉丁的好感度 他覺得 這個我也是好人 來的 我幫你找朋友 但誰知道 可能他會做一場戲 就這樣說 你的朋友死了 然後可能順便說 我給錢幫你安藏他 這些是10個like的 那些來的 10個like 為什麼會用這樣 我想說 為名師中發喪 當然 這條絕世爛條 都是行通的 阿里巴巴 原來阿里巴巴 是會看文字 然後是要陰回王子 領主轉頭 當然 因為他這個 這個會看到 就是 本身王子 不是不懂 但是 他是懂得看點 不懂 本身王子很懂得打 他不是很懂 他叫領主 你不要叫他王子 領主 是 他懂得一點 但是 他又不是懂得 所有東西 阿里巴巴又看到 我這條人 懂不懂 原來也是 原來也是 半筒水 所以才想到 不如陰他 然後自己找來 截敬先 進王室 這兩個人 鬥法這段 是挺好看的 什麼王室劍術 那些 是王室劍術 這段是最初的打戲 黃室劍術 有學過 你懂什麼 誰知道別人打回去 都說他懂劍術 但懂得一點 他懂得文字 但懂得一點 一個完全體 還有一個缺陷品 好像這樣打 最終你說這一節 其實最主要就是 在這個迷宮裏面 最主要就是 講其實阿拉丁 怎樣 揀選了阿里巴巴 其實那一刻都沒有說 很揀選 因為當他是朋友 只不過就是 當 老伯的魔神 阿蒙 阿蒙 阿蒙出現的時候 就說 原來你是Marky 很厭禮 然後就說 你選擇了這傢伙 因為只有這傢伙 在你旁邊 很簡單 隨法 Marky是不會選的 奴隸那個 魔力不是特別高 不會理你 那個領主 呆了 就算是廢了 多一條人給你選 就只有他 奴隸有兩個 你奴隸好像在半釘 那些魔力都不算很低 高於普通人 那個半釘 那就是 完結了第一個事件 當然就叫做 那個是街霸鐵面佬 對 這個第一個事件 就這樣 這個時候 新華的只有阿拉丁 阿里巴巴和阿摩爾 另外兩個人 已經玩完了 我覺得你說那一節最棒 其實是另一位奴隸 另一位奴隸 同樣都是屬於 面具藍 鐵面佬 沒有地方的少數民族 戰鬥族裔 是黃牙的 黃牙的 你會看到 這裏就是 這裏你會看到 奴隸的那件事 就是 阿摩爾其實 你在這場 這個故事裏 和這場戰鬥裏 其實他是 已經把奴隸的心態 黑了在他心裏 即是他是 不敢反抗 他是完全 不敢反抗 他 即是就算 去到這些情況 進來 只剩下你一件事 我對你 都沒有人知道 他做不到這件事 心理客人 奴隸制度 是怎樣 令到一個人 可以 將他困住 無論在精神上 或是肉體上 沒錯 肉體上是家鎖 心 精神上也是家鎖 之前有些 Cut-in畫面 說他小時候 打他 刺他 這個精神上 肉體上 肉體上有鐵的家鎖 刺他也是肉體上 所以他不是說變態老 開波就說 但是最後 當然你說 另外 王牙 族裔那位的奴隸 最終就是 他 就 等摩尼說 你走 我又在這 你走 我電了 不是 他想著跟領主 在這裏上宿上猜 那人家有了 不要理他們 即是 第七迷宮 我想住的地方 第七迷宮 我的家 電梯不是很足夠的 你小時候 年輕一點 可以進去 我這麼重 我不走 最終 出來之後 其實就說 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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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不知道去哪裏 因為出來的關係 總之三個就不知道去哪裏 失散了 阿里巴巴的錢就去哪裏 他先拿著錢 那沒有關係 最終他就用錢 去解放了這個地區的所有奴隸 等他們 還有就是 他變成了新的領主 其實他沒有接受這個職位 其實他沒有接受這個職位 一件事引了一個新的角色 球爾達出來 在你走之前 把迷宮弄爆了 朱大雷 但你說這一節那裏 其實是有一點點說 我不知道是作者還是 這個故事 即是他表達的手法方面 他開始說了 因為本身阿里巴巴巴 是作為一個王子 未知的 未知的 他在皇宮裏面有一定底細 你可以說 在這個階段裏面 他運用了 好像說 他理想中的國家究竟是怎樣 當然他理想中的國家 其實是一些很現實社會的 一些社會管理概念 不再有奴隸 將王權廢除 他沒有這麼快想到這麼多事情 你看到一個初型在這裏 解放所有奴隸 自由市場 每個人都是自由的 行李的能力 你拿到多少 你就拿到多少 即是中世紀的奴隆 和封建制度 但在那時候 你是很現代化 近代史的一些 理念 也不是很近代 四百年代 對起他們的時代是古代 在他們上下的 觀念這麼重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會想到這件事 上面有人說 我下面一群人給我管理 我喜歡怎樣都可以 整個土皇帝 下面那些就說 嘩 我嘗試動一動的話 我真的死都不行 所以日本人的客客上很厲害 這一節最終就是 分開了之後 其實就是各自 再展開每個人的故事 那中間阿里巴巴 就不會出場了 那做回漫畫 開頭的故事 就開始 就是 說回 中間 萊拉和沙埃 這群旅行商人 我覺得不用說 也沒什麼特別的說 就是補回漫畫 原本的一節鋪到後面 就是 那最主要 我想這一個位置 其實整段 不會斬開了 而且可以直接連到黃雅族 對 然後就是黃雅族 黃雅族 其實就是阿拉 不知道為什麼 在東邊走 應該是在東邊走 去了一個叫黃雅族的地方 黃雅族有個老婆婆 還有阿爹 也會看到 阿婆婆是族長 對 看到一些叫做 白色的啡啡那些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呼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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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名字 呼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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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 就是由世界觀可以擴大 由中世紀阿拉 就是中東的地方 擴大到 東方的神秘國家 就是黃帝國的軍事入侵 就是牽涉這件事 就是 當時在黃帝國領軍的就是 劍伯英 你應該說什麼 是叫做 遊牧民族 和這個 所謂的國家制度 因為其實你說黃雅族 其實他們 他們是沒有 不想受任何人的統治 也都不打算去霸霸任何地方 還有他們有一個很自豪的背景 就是他們 這個土地 這個世界觀下 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 這個大王牙帝國 其實就是他們的族人 很明顯 是整個私行的番班 就是那類 四大漢國 你當有 所以他們後人 就算說那個大王牙帝國 沒落了 他們都有那種民族自傲 也都不服於人 還有這類公司 一開始就要他鋪回 因為始終一開始沒有說過 就是Maki的設定 就是看到Lufu 那Lufu是什麼 那些魔神有關係 他就透過那個婆婆去說 Lufu究竟是什麼 他就說 這個是生命的流動 你可以當是能量 生命能量 不是那些鑽石能量水 還有說到Maki會跟魔神有關係 不論阿蒙也好 就算練白英的魔神也好 一出來就一定會對Maki 敬畏三分 因為他的魔神就是 所羅門的男人 即是每一個迷宮 所有魔神都是所羅門往創造的 而Maki就是 三個所羅門的讀者 三博士 其中這個世界 應該是每一個 無論什麼時候 都應該只有三個Maki 最常位的所羅門是下屬 所以為什麼 很多人都不覺得 阿拉丁是Maki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有三個Maki 已經有三個Maki 存在 那Maki是什麼 Maki在現世比較最公道 就是選定王者 選一個人 讓他有王的資質 然後去統治這個國家 當然 其實這套東西 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是王的資質 我打贏你 我就是王 用我的金屬去打贏你 那又是街霸鐵棉佬 大體上其實 去到現時為止 你說漫畫 去到現時為止 其實沒有明顯說 其實沒有很實在說過 首先 挑選王 王為何 還有基本上 現在有個共通點 所謂挑選的王 首先有個必要前景 就是他曾經攻略一次迷宮 對 是不是有個Maki 有個錯誤線在這裡 有沒有Maki 是另一回事 但at least他是 迷宮攻略者 幾乎也是 但是這件事是合理的 因為 你打完迷宮 你有金屬器 你有魔神 那你有的力量是大很多 所以反之 其實不像是Maki去選 哪個有王的資質 反而是由迷宮的魔神 一個試煉 這個試煉去選 你通過了 可能說你一班人 我百多二百人衝入迷宮 可能魔神一眼都看不上 我把你們全部搞定 但換一個角度來講 他們那時候有說過 那三個Maki在做什麼 譬如說 雷武那邊的老太婆 歸了很久 你不要理會 那些還沒做到 他們這樣叫 朱特勒也說 他叫他爸爸 朱特勒不斷亂挖迷宮 另一個人就亂走 其實 定義就好像一個人 不斷出一些事卷 就是那些迷宮 有很多的事卷 等於你考過了之後 那個人就有那個PASS的資格 那份事卷考完 就沒得再考 消失了 即是他有很多份 是有的事卷 你越多卷的話 可以達到那個人 就越多 而且他散佈了世界各地 所以他就是一個不同地域都有的 一個恩選的關卡 所以你說真正 真是像簡選王那個 就是一直在這個世界裡 周圍去遊歷 而不停去創造圍攻的這一位 他才是說 我創造一些 一些 像剛才艾茵所說的 一些事卷出來 或者寵物小禎寧的場館 你認為自己有能力的 你就去進行試練 總之生死有 國安卿死有命 其實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作者可能是故意地寫 黃景天執 其實他說不是 即是可能 皇帝國的皇帝有一個方法 女武帝國有一個方法 中東國家的皇帝有一個方法 即是他沒有說誰適合 我想說的就是 只要是魔神選 而Marky就是在魔神選中的王的候選人裡面 他再去選擇 他覺得誰是值得去輔助 可以這樣想 暫時來說 作品裡面出了一個長的功率 迷宮成功的角色 除了七海建讀之外 其他角色都是有Marky的輔助 或者在智驗之下才能進入到成功功率 只要你身邊沒有Marky 那也是死硬的 我剛剛想拿七海建讀來 有一個反面例子 怎知道你自己封了 你看到 通常入迷宮 出得來的新患者 身邊多數都有跟Marky有關係的人 除了七海建讀之外 就是Marky選擇多個你有王 以後才推你進去 不是鬆死 當然Marky的設定 他也說 我想這個也不可以做到一個 雖然說這個是創世魔法師 但是他擁有無限的魔力 但是他也不是說給他金手指得這麼厲害 他只有能量 但是他沒有使用的魔法 應該說他也有常限 他的常限就是他自己的體力 他可以無限召喚 雖然魔力是無限 但是他自己本身 好像玩卡牌 我儲了90 energy 但是都是三格給你 你不要力 你要我簡單一點的理論 就是水壩 你的水塘很多 水很大都沒有用 你水壩的波輪 都是只有這麼多個 你極限都是那個點 是的 而當然你說Marky 阿拉丁本身 他現在有WUGO 所以就騙了一會 因為大部份尋常的對手 都收皮了 故事初期的角色大家都知道是跑龍套的 而他開始由黃牙那件事件 其實就鋪回WUGO 他本身就好像說 他見到另一位魔神 他的女魔神 阿蒙當時已經有開始 為何他們在這裏 然後他們兩個在這裏溝通 大家不明白他們在這裏溝通 或者首語在這裏溝通 這一節就會是最主要說這裏 以及鋪回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 皇帝國 最主要就是 皇帝國這個強 在這個世界觀裏 東方的霸主 最強的霸主 東方 西方有另外一個 對 東西兩邊各大陣型 暫時牽涉了一位 皇帝國的背景 有點緊緊 就是 南方不是七海建樂 七海聯盟 應該叫做 你自己說 他就知道 七海聯盟是一個組織 七海建樂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七海建樂是一個人 我問他會不會給你一個人 那裏有差海建樂 神經病 一會再說 未出場 一會再說 那我們到這節 先說到這裏 下一節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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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